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出新措施 试图防止投资者和民众绕过当局的外汇管制 据英国路透社10月12日最新报道 路透社看到的一份官方文件显示 中共当局首次发布通知 禁止国内券商及其海外分支机构 吸纳新的内地客户进行离岸交易 该文件已得到了4倍消息人士的证实 据报道 自从新冠疫情后国际边境重新开放以来 在外资纷纷撤出中国的同时 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也意识到 无论是为了资产安全 还是为未来可能的移民铺平道路 把钱放在国外都是必要的 这也导致了国内资金的疯狂外逃 路透社12日报道 中共首次发布通知 禁止境内券商及其海外机构 接受中国境内新客户进行离岸交易 而现有中国客户的新投资 也将受到严格监控 这些限制资本败留的举措出台之际 正指中共经济增长缺乏导致人民币承压 资金败留到海外投资 中共力图加强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力度 目前尚不清楚 这项最新指令核实生效 但消息人士们表示 他们相信中共监管机构的意思是立即生效 而且现有内地客户的新投资也将受到严格监控 以防止投资者绕过当局的外汇管制 在香港使用离岸账户需要将人民币兑换成其他货币 今年以来 中国游客挤爆各大香港银行 排长龙指未来香港开户 香港金融管理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香港人民币存款在8月份上升6% 8月底为9625亿元人民币 另一方面用以支撑港元汇率稳定的香港外汇基金 也就是港府的财政储备 在8月份减少了358亿港元 这意味着资金正通过香港外流 而且外流的规模非常大 中共证监会9月18日曾下发通知 要求券商停止向中国境内的新投资者提供香港等 离岸账户证券交易服务 同时要求在10月底前删除招揽中国客户的应用程式及网站 路透社称 该通知此前没有被报道过 针对上述消息 中共证监会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据报道 自从疫情后国际边境重新开放以来 中国中产阶级和富人群体对海外备用方案的需求激增 越来越多的家庭认为 无论是为了分散资产确保安全 还是为未来可能的移民铺平道路 把钱放在国外都是必要的 想象一下 把你的毕生积蓄托付给一群你只通过WhatsApp认识的陌生人 如今一些富裕的中国人愿意冒这个风险 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到中国以外 以身在大陆的32岁的菲比为例 他最近转移了近100万元人民币 为了做到这一点 首先 他不得不将自己的钱转入一个本地中介的账户 紧张的几个小时之后 交易开始零零碎碎地进入他在香港的另一个账户 未来两年内将有超70万向菲比的人将离开中国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分析指出 中共查金融和地产爆雷 这两个事情在时间上大致是重合的 这里面的水应该相当深 目前一些国企都开始爆雷了 北京当局可以控制的是爆雷的速度 它反腐的力度就是保持一个表面的稳定 实质上已经是个烂摊子了 现在金融风险 房地产衰竭 再加上地方债高企 当局已是焦头烂额 只是说这个盒子还能捂多久而已 随着经济持续低迷 政府财政吃紧中国各地公务员集体讨薪事件此起彼伏 近几个月来包括南京 天津 山东 吉林等地 均有公务员应被欠薪拉横幅讨要工资事件 然而事态已经进一步恶化 近日 山西临坟市生态环境局 习县分局门口挂横幅的图片在网路上热传 横幅上写有临坟市生态环境局 习县分局31名在港职工集体罢工 另一张热传的图片显示 有多位名称为环保局员工的人在转发图片 并呼吁各方关注 综合报道 临坟市生态环境局习县分局大门上为何出现横幅 10月11日下午 临坟市生态环境局人事科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 该局已关注到此事 但具体情况需要联系办公室 习县政府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称 听说过此事 上午从抖音上刷到这张图片 现在领导已经在开会研究 事件正在处理当中 应该很快会有结果 至于31名员工集体罢工的原因 目前人不清楚 不过该事件迅速引发网民热议 什么原因 拖欠工资了吗 很多地方缓发工资或者降工资 看来铁饭碗要砸了 此外 各地公务员集体讨薪事件此起彼伏 9月5日 网传视频显示 桂林广电局数十名员工 首举白底黑字横幅喊道 8个月没发工资 我们要生存 我们要活下去 9月4日 吉林省九台市众多退休教师 因为领不到退休金 集体到市政府上访 同一天 河南洛阳孟京区第一高级中学大门外 100多名教职工作在空地上罢课 抗议学校数个月不发工资 十一前夕大陆做调查的知情人李先生爆料 现在大家都是凑合着过 据自己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几个同学透露 公安都已发不出工资了 此外 有消息指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续命 逼迫公务员去贷款 10月10日有来自贵州的网民在社交平台爆料 自己的朋友透露 县里公务员接到任务 要贷款给县里统筹使用 目的是不让县政府爆雷 想办法续命 对此 有网友说 很多地方政府都这么做 公务员开始摊派贷款了 有人还说 公务员接下来都将成为背锅侠 你想不跟党国共患难都不行 有推特网友爆料 山东某地强制公务员贷款 不贷就开除公职 有人被迫背上了50万贷款 一位网友写道 这个无异于是一种对自己公务员群体的最后一次消费 因为当地实际上已经财政破产了 未来这个钱能还不能还 相信没有一个人心里有数 在地方的财政已经破产 而中央财政还能够勉强维持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出此下策 用一个人的生命来比喻的话 叫做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招 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正丽上将 有可能取代已经从公众视野消失超过六周的国防部长李尚福 成为中共新的国防部长 路透社10月12日引述三位之前式的话报道 北京任命刘正丽取代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 有可能在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之时 促进美中之间的军事沟通与交流 李尚福2018年担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期间 因为从俄罗斯采购军机和导弹而受到美国的制裁 他不仅无法获取美国的签证 而且被禁止在美国进行金融交易 李尚福今年3月出任国防部长之后 北京数次要求美方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无果 也中断了美中军方高层沟通 前外交部长金刚在公众视野消失一个月后 于今年7月被免职 但目前还保留着国务委员的职务 目前尚不清楚李尚福如果被解职 他的国务委员职务是否也会被保留 有关刘正丽取代李尚福的传言 已经出现一段时间 但是中共官方对此从未置评 一位消息是向路透社表示 有关对刘正丽的任命 有可能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国际安全论坛前正式宣布 先年59岁的刘正丽 没有受到美国或任何其他西方国家的制裁 刘正丽1983年入伍 上世纪80年代曾经在中越边境参与对越作战 战后立下一等战功 报道还指出 一共有五位消息人士声称 刘正丽将取代李尚福出任国防部长 其中一人直接了解这项人事异动 两人与中共军方关系密切 这五人都不愿透露姓名 因为此事目前还属于机密 目前美国防部也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制品要求 直接了解这项军方人事异动案的消显示 对路透社披露 北京将在10月29日至31日召开香山论坛 出席会议的人员包括各国的国防官员 而刘正丽的国防部长任命案 有可能在这之前宣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拉扰勒南国际研究学院学者蔡志祥认为 如果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真想恢复与美国的高层军事交流 这很可能是五角大楼最终与中共军方高层重新接触的一个机会 据最新报道 华盛顿方面已经接受北京发出的出席香山安全论坛的邀请 但是美国防部长奥斯丁应该不会亲自与会 此外 据三位知行人士透露 解放军空军司令员成丁球将接替刘正丽担任解放军联合参谋部部长 美国世纪大审判引发全球聚焦 以破产加密交易所FTX创始人山姆·班克曼·弗里德 欺诈审判进入第二天作证 她的前女友前首席执行官Caroline Allison 作证时发出爆炸性言论曝光交易所团队律师 与北京当局谈判破裂后 曾向中共官员行贿 以解锁被冻结在华交易所的资金 据报道 按照Alison作证时所说 自己和FTX及Alameda的几位高管 曾向中共官员行了大笔贿赂 以解锁被冻结在中国交易所的资金 在FTX和Alameda团队最初未能通过律师 与北京当局谈判解锁资金后 他们随后试图通过一个涉及使用泰国女性身份 创建虚假外汇账户的计划来释放资金 但在此失败 最终Alison向一个加密账户支付了1亿美元后 这些资金得到了保障 据她所掌握的信息 该账户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共政府官员有联系 与此同时 Alison还向法院作证提到 山姆·弗里德曾试图通过沙特王储的投资 来为FTX融资 Alison在作证时还回忆起 作为加密交易所FTX创始人 山姆·弗里德曾说过 在她的世界观中 撒谎和偷钱是允许的 而随着时间推磨 她自己也越来越习惯做这些事情 向业务合作伙伴发送虚假信息 或拿走FTX客户的资金 中国2022年出生人口下降了10% 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尽管北京正试图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生育 与此同时 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的人口失衡 美国之音报道 根据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10月12日发布的一份统计公报 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956万人 这是自194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数字 官方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截止22年底 中国全国人口为14亿1175万 比2021年底减少85万 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来 人口增长最慢的一年 也是1959年至1961年 中国发生大饥荒以来 首次人口增长出现下降 人口出生率仅为千分之6.77 报道指出 高昂的预额和教育费用 不断增长的失业率和工作不稳定 以及性别歧视 都阻碍了许多中国年轻夫妇 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 相当一部分育龄夫妇甚至不生孩子 中国国内人口统计学家也发出警告 中国将未富先老 由于医疗和福利成本飙升 导致政府的财政收入下降 债务增加 经济发展也将受此拖累 陆媒稍早前引述 中共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 在一次论坛的发言称 中国新生儿人口数量近5年内 下滑约40% 预计2023年出生人口约为700万至800多万 低于去年的956万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警告 中国人口负增长老龄化 将带来的工作力供给减少 人口红利消退 扩大内需受限 财政压力加大等冲击 为了刺激中国不断下降的出生率 北京当局陆续不断地推出一系列措施 但年轻人并不买账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留言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留言